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想和大家介紹一個我們不是很常吃的菜式 我都很久沒做過辣的菜式 今天就做個小小辣的菜式 那是什麼菜式呢? 首先看看這塊是什麼菜式 黑骨勒掛是什麼菜式 湖南的土家臘肉 首先這個土家臘肉什麼都不用理會 首先 嘩!大家看看 多嚇一嚇 嚇一嚇 先煮一煮 大概煮10分鐘左右 好 OK 完成 湖南的土家臘肉 其實在街市間都可以賣 間中的流動小販店都可以賣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蒜苗炒土家臘肉 那基本上是有什麼呢? 大概幾隻的湖南椒 這些湖南菜是用湖南椒 湖南椒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很瘦長的辣椒 那它的辣度和尖椒就差不多 有時候會比較辣 有時候會比較辣 看看你彩數 OK? 小小可以,幾隻就可以了 用來點味 因為我們的主角是什麼呢? 當然是這個蒜苗 這個蒜苗我大概用了半斤 差不多一斤 差不多一斤的蒜苗 那蒜苗呢 首先回來就要切了一半 那後面的蒜葉、蒜餡就不要了 只是吃前面 亂的那部分 那為什麼我會想到這個菜呢? 因為現在過了冬至 直至到農曆年之間 蒜苗是最當做的時候 是最亂的時候 那除了想增加食味 那除了是蒜苗之外 大家就可以用什麼呢? 就加一些唐芹的 那我這裡就買了一塊唐芹 那切短 OK? 蒜苗呢,就是斜刀 大家看一下 斜刀這樣切 大概每一段就切大概半寸 那那個口感是最佳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那湖南菜其實呢 就很喜歡用芫荽的 它就叫做香菜 那這裡呢 我除了是另一個菜 用一點之外 那這裡呢 其餘的部分 我全部就放了下去 就炒這個土椒臘肉 那現在呢 煮滾了之後呢 嘩 非常之香 很重的 那些煙燻的味道 那我就給它是 十分鐘 Sorry 整天都過了鐘了 好,十分鐘 那為什麼要十分鐘呢? 它有兩個種 第一個就是 因為它煙燻呢 它表面都很多漬 那所以呢 我們要煮熟它先 那大家看到的 我沒有整塊腊肉 就是完全 完全 就是浸著它 那所以呢 那一段時間呢 我們就要翻一下它 OK 那呢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煮它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 除了它表面的污漬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可以是 令到它軟一點 就好切一點 OK,行不行 那接下來呢 我再 這個煮完了 我切那裡呢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就是好像切這個 普通腊肉那樣 那樣 切到它一片片薄薄的 記得是薄薄的 那就可以下去炒的了 OK 那我不妨礙大家時間 切那裡我不給大家看了 待會下一個鏡頭 我就直接炒了 OK 行不行 這個菜是很簡單的 是湖南的家常菜來的 待會見 好,大家 那那些臘肉呢 我就切好了 那現在呢 就準備炒 一樣 要配那個燒鵝的口缺 那這個臘肉呢 土家臘肉呢 我們呢 就很大塊的 那所以呢 就不同 我們就是月式的臘肉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一開二先 然後切 切到很薄的 大家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那這樣 然後呢 現在燒好鵝 然後我們就下油了 少少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先把這臘肉 先放進去 先爆一下 其實呢 炒土家臘肉呢 它的食味的來源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煙燻味 這樣呢 就跟我們呢 就是我們廣式的臘肉呢 就很大分別的 OK 我現在放了半斤 你知道嗎 以前很窮的時候 那些湖南人呢 這裡三分一而已 炒蔬菜啊 炒蒜苗啊 炒辣椒啊 最喜歡 炒辣椒啊 這樣呢 窮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些人很野味 我告訴大家 呢 是野味過 即是說 講真的 是野味過 我們廣式臘肉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問我呢 我喜歡用土家臘肉炒菜呢 還是用廣式臘肉炒菜呢 我喜歡土家臘肉 大家看到了 很多油走了出來 稍微爆一爆它 全部所有油都有種煙燻的味道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哎呀 sorry 下漏了 下個蒜頭 先爆一爆 然後下辣椒 下了個程序 但是差一點時間 不要緊的 然後呢 我們把所有的芹蒜 全部下進去 那我先頭呢 其實講漏了一件事 其實土家臘肉呢 是很貴鹹的 那所以為什麼呢 我要和它煮十分鐘的時間 除了是脆髒的 除了是令到更加好切之外 更重要的呢 就是和它減淡 它和金華火腿一樣 是很鹹的 那這個菜呢 就不用很複雜的 只要我們呢 只要我們呢 是爆 爆鍋的時候呢 是把那些土家臘肉呢 那些豬油呢 那些辣肉油呢 那些豬油呢 撕了它出來 那呢 我們就不用說很 即是怎麼說 即是很 複雜的 炒的技巧 我就這樣 移動它 就這樣炒就可以了 OK 那主要為什麼呢 因為材料多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慢慢炒 讓它縮一縮水 我才拋鑊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下味了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兩樣東西的 鹽 然後糖 我又不記得了 哎 氣死我了 有沒有糖呢 哎呀 好大包 這個是我好不好的習慣來的 經常都不記得侵糖 那 那 大概是 一茶匙的糖 OK 這樣就可以了 連味精都不用下了 哇 好香啊已經 這個呢 這個炒飯呢 因為它本身那些辣肉呢 就出很多油的 所以它的油份比較多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下這個 那我們等著上碟的時候呢 就不要 好 就是 就這樣放下去 是隔開了些油 那我們吃的時候呢 就沒有那麼多油了 OK 這個呢 這個呢 如果這樣炒飯呢 足夠我們 一家四口呢 吃兩餐 好正啊 好 搞定 是不是很簡單 是不是啊 這個呢 就 就說明是土家炒臘肉 就是土家臘肉的嘛 就是土家臘肉的嘛 那變了呢 我們呢 炒的時候 不多不少都要放些辣的 但是如果大家說 喂我完全吃不到辣喔 那呢 大家就可以 就只放蒜苗就可以了 OK 那 雖然有油啊 但是呢 那些汁都很好吃的 那我都 不要浪了 那大家吃的時候 就大家小心一點啦 它本身呢 是那些豬肉的那些油來的 那 一個簡單的 很簡單 很容易炒的 土家炒臘肉呢 土家蒜苗炒臘肉呢 是不是 應該說 蒜苗炒土家臘肉呢 那就完成了 那 那 這個呢 有幾樣東西大家需要注意的 雖然它很簡單 炒得 那 但是呢 我們有幾樣東西要注意的 第一 就是因為土家臘肉 大家首先要明白 它是很鹹的 那所以呢 在大家製作的時候 第一件事要飛水 那 煮久一點 那我這次煮了10分鐘 那 可以令到它減淡那個鹹度 那不用說 喂 鹹到飛起 不過鹹到飛起 鹹到飛起 就鹹到飛起 就有好菜飯 吃少一點 那我都說了 以前我 就是窮人的年代 就是 他們湖南人 是落很少 有時候是落幾片的 用來釣味的 為什麼呢 其實土家臘肉很貴 那我這裏呢 半斤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差不多 100元 我一塊 那時候買了 好像180元一斤 那 那這些土家臘肉 在哪裏買的呢 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街市的流動檔 大家可以見到 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賣這個四川辣腸 賣這個湖南的臘肉 大家可以去那些檔口買的 可遇不可求的 那其實呢 其實呢 這一塊臘肉 我已經一年之前買了 蛤? 一年? 不是吧 第一,臘肉不得 第二呢 我一買回來的時候 我明知道不可能一次吃完 我把吃剩的就放入急凍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 那一年之後呢 我才再用回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記住是急凍 好了 那我先頭呢 其實呢 第一個照片 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放在這裡 整個半天了 就讓它解動 自然解動 OK 可以嗎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為了要和它減淡 和容易切一些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要是飛水飛十分鐘 跟著炒的時候呢 全部調轉了 跟著大家想像當中 我們炒菜呢 那個程序是全部調轉了 就是怎樣呢 因為大凡土加納肉呢 其實它那個 就是有關於土加納肉的菜 大多數都是配蔬菜吃的 就不同 就像我們廣式納肉那樣 就可以蒸來吃 因為它比較淡 但是這個比較鹹的 那所以呢 它們很多時候呢 就拿來是點味的 因為土加納肉呢 它最特別的風味 就是那種煙燻味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我們製作這個 土加納肉的菜式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 不是可以 是需要呢 就是先放了那些納肉下去 爆鍋 等那些納肉的油走出來 油香走出來 就會整個鍋都是煙燻味的 然後再加蔬菜炒 我們要炒這些菜式 我們要的特色就是 那種整碟菜式都是煙燻味 行不行 那這一次呢 那我就比較大浪 全部都下了 其實呢 這個半斤的納肉呢 說真的 我們起碼呢 是要分三四餐吃的 因為真的有點鹹的 那我很多時候 現在我一次過炒了 今晚肯定那些人 那些人呢 就吃過了那些菜 但是吃剩些 那些納肉 那我那些納肉 那我下次 我會拌一些芹菜來炒 或者拌一些其他菜來炒 這樣 我唯有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一塊 它急凍呢 我就難開 但是開了它 又用不完 那我唯有這樣 那我唯有這樣 的處理方式 那大家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菜很簡單而已 唯一特別的就是 顛覆了大家 炒肉類的時候 那個程序 記住啊 我們炒土家納肉 是先放蠟肉去爆鑊 因為這樣才可以 令到整道菜呢 是一上桌 就已經充滿了這個煙燻味 我們每一住的蔬菜 都會是有一種煙 很特別的煙燻味 這個呢 就是土家納肉 吸引我的地方 還有一樣東西 雖然它是護岩菜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煮不辣的 不放辣椒就可以了 可以嗎 OK 都很好吃的 不過呢 放一點點辣椒 就更加野味 更加好胃口 更加開胃的意思 好不好 那就不想大家去吃飯了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